下面咱开始做一下这个刚才这几个小实验嘛 什么RIP V1 V2兼容的情况 还有这个被动接口和大多更新 以及验证方面的东西 咱还是刚才这个 以刚才这个路 刚才那三个环境为基础 现在这是RIP运行的V2 RIP root 这路由都运行正常的 就RIP路由器已经 路由器已经配好了 这是刚才咱配搭二 没动啊 这刚才配搭二 咱下面 看看啊 现在都是五条吧 咱们下面 在RIP上配着一个版本一 现在这几个路由器有点数 咱们配着一下 rootRIP clearIP 看什么情况 说学习不浪啊 说没了 但是R2上肯定会有和R2相比R3的信息 但是它也肯定没有R1的信息了 这个怎么还有啊 你可能会问啊 说怎么还有1.1这个呢 对啊 因为它收连比较慢嘛 刚才咱们不用clearIP root嘛 是不是 它这个收连的需要多长时间啊 正常应该30秒吧 30秒是更新嘛 一更新之后 30秒之后可能还得等一会儿啊 也不有那几个记事器嘛 啊 更更更更新完 它这边没有路由 更新完之后 也就30秒左右 有可能那个啊 断掉之后 它这个啊 已经快马上就要更新那个时间了 有可能 正常的30秒左右 30秒左右 还clear 这30秒也不好说啊 嗯 是IP路由协议 是不是啊 11那网段是没了 是不是啊 对 是吧 那 小明 老师 那怎么解决这个R1和R2兼容的问题 你们公司不有一个挺老的一个机器吗 挺老的 路由器 还有新采购的 对 这时候 当然了 你最好方法都配上R2也行 如果你的老路由器 不是那么特别差劲的话 嗯 那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 我们把 把这个 咱可以先先看看啊 先看看它这个 说我IPProtocol 看看这个 接口 F0-1 F0-0 你看它发送和接收都什么版本 哦 都是1 是不是啊 嗯 都是1啊 这时候我们只要 把这个F0-0 既发送1 2 又发送1 又发送2 既接收1 又接收2 不行了 哦 是不是啊 看看我们刚才不有命令 嗯 IP RIP 再录游戏 RP IP RIP 嘛 啊 完了 Sign 什么 咱们操作一下 看看就知道了 在R1上 R1的 我看哪个接口啊 F0-0 咱们进入 0-0 IP RIP 啊 Send 嗯 Warrant 啊 1 2 是吧 这是1 2 1 2 就 既接收1 又接收2 吧 既发送1 对啊 这发送啊 对 啊 Receive 这个就可以跟进你的需要了 我只发送1 我只发送2 我只接收1 我只接收2 嗯 是不是啊 这稍等一下 我咱看看C这个接口是不是 哎 收IP 用收IPProtocol的命令啊 嗯 说他不接收1啊 只接收2 这个是不是也得也得设置一下啊 哦 是不是啊 要不然的话 他那只发送 他也不匹配 啊 Rip 这个接口就是 1-0 嗯 嗯 嗯 IP IP Send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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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命令不识别 接触 老师弄错了 f1-0 1-o 有时就手握 send 12 seal 这路由信息应该差不多了 学来了吧 11的学来了 是吧 没问题了 都学来了 RVV1和VR兼容很方便 只需要在接口上设置收发的版本 收发的版本就行 根据你自己的需要灵活控制就行了 嗯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 下面咱们看看这个 那这个 这有点问题 他接口摸一下 老师弄错了 进到相对应的接口 和来连的接口 明白了 另外一个就是单波更新了 单波更新 我们可以指定邻居 把这个两个接口都变成被动接口 哦 好 咱们还是都设成RV2版本吧 无所谓 嗯 RV2版本 完了之后 我们把相对应的接口都变成被动接口 啊 你看看变成被动接口之后 还能不能 啊 学道路有信息 interface 嗯 这个 啊 R1的接口是 12的1.1.1 F0-0 嗯 嗯 进入F0-0 F0-0 F0-0 啊 整混了啊 来老师把这两个 被动接口是路由模式啊 啊 F0-0 F0-0 嗯 F0-0 嗯 好 下面咱们看一下啊 老师刚才说了被动接口是不发送更新给R2啊 不发送更新是接收更新是吧 那咱 嗯 看他的路由条目 那只要接收更新的话 他就应该是还是五条呗 对 是不是 现在只有两条是吧 是不是 只有两条 看看什么原因啊 还是没更新完成的 嗯 不发送了 没问题了 嗯 好像二上已经没有11了 他只接收不发送吗 是不是 对 看他其实没接收的 说就来了 啊 这验证这被动接口了吧 对 只接收不发送 他把对断R2给他发过来信息 他还 R1这被动接口还照样接收 是不是 刚才咱咱在路由近乎不把F020接口设成被动接口了吗 是不是 啊 但是他们好像没有接收啊 是吧 接收 这不已经接收这三条了吗 被动接口是接收的 不发送 上面那个R是吧 嗯 啊 这看那不是说明明 啊 啊 这不五条吗 啊 没完 啊 是不是接收来了 对 这被动接手他接收对方发音 但是他不发送 嗯 嗯 这跟以后学ERIP和OLPF不一样啊 啊 OLPF和ERIP既不发送也不接收 不过设置被动接口的话 嗯 你看 怎么能体现出他不接 不发送啊 说这里没有11那条路由了吗 对 是不是啊 那他就不发送了吧 嗯 嗯 同理咱们把这个R2那个也设置成被动接口 嗯 那他也肯定不接收我了 嗯 啊 root RIP 嗯 pass save 这个接口是 1-0 嗯 f1-0 这时候看一下路由 是不是啊 立马没了 这时候他俩应该是通不了信了 这两个都是被动接口了 啊 clear 是不是啊学不到了吧 嗯 没有R了 因为他都被动接口了 是不是啊 对 这R没问题 JR他他他他他他和另外连的另外一个网段的问题啊 只能学到33的那个网段 啊 所以说这个现在我们就可以给他指定单波路由 现在他不发送广播了 啊 所以说在使用单波指定这个指定这个啊 啊 邻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把两个相连接口变成被动接口 嗯啊 下面咱们看看啊 如何把它指定邻居在路由进程下 嗯 那会儿就行了 啊 路他啊 RIP 哎 那个R2是2.1.1.2吧 啊 是吧 对 啊 RIP 啊 嗯 要2.1.1.1 嗯 稍等 是不是又学来了哈呢 这个手里还挺快 这还没学来呢 稍等一下啊 嗯 应该 嗯 看见没有 嗯 已经学累了哈 也许他收敛时间相对慢一点哈 啊 说没问题了吧 嗯 没有问题了 这个就是单波更新手动指定邻居哈 这两步啊 先把这个指令机构变成被动接口 第二个啊 这个指定邻居他俩之间就单波更新了哈 这这几个小小小问题小时间没什么问题吧 嗯 被动接口单波更新还有还有一个 单波更新主要是在什么场上用啊 这根基你的需要了 如果你路易器这个配置不是特别好哈 单波更新它不节省流量吗 啊 广播和主播它不这样带宽比较大吗 啊 这根基实际情况 啊 还有这个RIPV1和VR兼容的问题都搞定了吧 嗯 嗯 回去试一试 今天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认证的问题了 认证问题 为了增强这个路易器之间的安全性 我们建议还是最好配个认证 认证包括明文认证和MD5认证 嗯 咱们还是用刚才那个实验环境吧 像 咱把这个 重启一下 咱没保存了吧 还恢复到最原始那种情况 像 咱配置一下印证 明文认证和和和和这个MD5认证都一样啊 嗯 就差一个就像呃 配置RIPV1V2似的 嗯 就多一个WRN2 啊 都没有呢 那先把路由协议配一下吧 简单 先取下RIPV路由协议 老师快点等啊 你再跟他熟一熟一熟一啊 啊 长配RWRN2 完了之后 no out Summary 自动汇总 关闭关闭它 嗯 Network 1.1.1.0 嗯 啊 入RIPV2 summary network 1222了 刚才换个口配了 1.1.0 12.1.0 23.1.1.0 network 这顺便把刚才学的复习一下 嗯 这其实也无所谓 你知道吧 他知道呢 他到主力网络那边去了 23.0.0.0 这都一样 如果你想删除那个怎么删 直接弄啊 前面加弄我都一样 弄命令 这些弄命令就行了 嗯 啊挺快 那关键是咱们配挺慢 配完之后 断 show ip show ip 已经学到了是吧 啊 配完之后 啊都没问题了 嗯 平 11.1 好 ok 咱下面配置认证啊 嗯 啊 就啊 单配认证是两台路游戏之间的事啊 哦 比如这个1和2之间配认证或23之间配认证 咱就以1和2之间为例吧 嗯 看看怎么在1和2之间配置一个认证啊 嗯 就全这个配置模式 有这几有有这几步啊 咱们明文认证和MD5认证一起讲了啊 哦 第一步就是配置啊 配置一个密钥链 啊 钥匙链 用k的命令 哦 啊 k链 k chain 往来 这个对这个密钥起个名字 密钥链起个名字 比如啊 Forlooking 嗯 啊 你看进入这个密钥链配置模式 对 完之后 这个配置一个kid 啊 就是给这密钥配置一个id值 嗯 嗯 我们是输出随机的啊 嗯 比如1啊 比如1 完了之后进入这个啊 这个啊 密钥id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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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了啊 之后 我们配置个密钥串 嗯 k k 嗯 嗯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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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文号问一下啊 k死定 哦 啊 这个是啊 密钥创了就是对端和这这这也刚才老师不配了三个参数吗 嗯 一个是密钥链嘛 对 密钥链第一万k chain完了啊 这个up looking 这个up looking你可以变 对端和这个可以不一样啊啊 啊 这个up looking只有本的意思 就k 拼链是可以不一样的 对啊 k链这个后头后名字可以是不一样的 这k的k后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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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id也可以不一样 也可以不一样 kid啊 啊 当然建议还是一样为好啊 一样是吧 第三个这个case准必须是一样的 不然的话就建立不起的呃 这就是大家那个相互那个密码是吧 对相当于这个密码 这个当然配复杂一点好啊 我们以色彩利用啊 啊 这就配完了呗 配完这个密钥链了 完之后怎么去应用这个链 把它应用到接口上啊 在f0.0上 嗯 咱们 进入f0.0 嗯 f0.0 完了ip 就是把刚才配置这个密钥链里面 加入id值加上这个kstrain那个密钥 嗯 都给它应用上啊 当然在应用之前 我们选择这个认证模式 是名文呢 还是这个md5的 哦 啊 在这个接口模式下ip rip 啊 authentication 嗯 authentication 完了之后是模式 这单子 嗯 一个问号 你看这不有个md5和名文 哦 哎 大家来老师随便用哪都成了 你知道吗 他tax的可有可能被抓包人家 把密码抓掉啊 嗯 抓过去啊 md5是加密的数据在传输上 嗯 咱就以tax的为例吧 像 啊 就 这个啊 认证模式选完之后 我们就 开始这个把这个密钥链应用上啊 在接口应用到接口上啊 authentication 完了之后 啊 kit 啊 kit 完了之后 名字吧 嗯 这不在这个接口上应用这个啊 印证吗 对 把这个链刚才起的链 链的名字是吧 对 looking嘛 哦 这时候就完事了 配置就完事了 哦 你现在说路由表什么情况 嗯 是不是r1跟r2就是没法共享那个路由信息 条目信息 对啊 现在肯定路由信息应该 理论上应该全没了 这还更新周期没到 因为他 他现在这个和对端这个密码 有认证了 对端肯定连不上他了 对 是不是啊 啊 马上没了嘛 对 你想让r2看一下r2的话 肯定要进行像类似的配置啊 就是r2现在那个路由穷应该是 那肯定也学不到r1那块 r3那没问题 对 对 clear iproot 行 啊 这8去了 嗯 嗯 through iproot 是不是啊 E内网端不也没了吗 对 是不是啊 嗯 好 那么我们在r2上配置 r2上配置一样 啊 k k k 你接口模式啊 好 啊 这接口方式 f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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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全局还没没应用到接口的时候 嗯 k 可以 可以 中间没有小下滑线啊 嗯 直接分开 这个和那个不一样啊 无所谓啊 这个啊 啊 这个啊 密链的这个作用是只是本地本地啊 嗯 完之后 配置k id 这k id 建议是一样的啊 啊 因为这个 这两个路由器在鞋上说 这个双方都互相发送最小的id 啊 咱发送的时候他不携带 不携带 id id号 不携带这个id号啊 啊 双方都查找这个 因为一个一个电脑上有可能配置 多个量 多个k啊 是吧 多个多量或多个k 嗯 一个量配置多个k 也有可能啊啊 啊 双方在鞋上说找这个双方最小的k 一旦匹配了 比如这k2那k1啊 他俩这个命 那个那个 那个password都是四颗 那肯定也没问题 啊 当然建议大家都配一个啊 不然的话你配多了 云都混了 嗯 这kid完了之后就是 那个密码了吧 嗯 k sdream k 这个代效啊 代代代代代消化线啊 对 k链 这不同的版本应该有区别啊 啊 有的是这话代短行的 有的这没短行 啊 有时候查命令查半天 嗯 会用问号就可以了 嗯 做了之后 这个是必须一致的 嗯 必须一致 不然的话是建立不起来 啊 完之后其他的都一样 进入接口了 哎 F1-0是吧 嗯 和这个R1相连的 好了 Authentication 模式 双方的模式要一样 那边是明文 这边也要是明文 啊 那边是md5 这边也要md5 完了之后是 把那个k10 给它应用到 这个名字要和上面 你你提的要匹配上面 啊 这边有一个 啊 他一定要匹配 不然调 调用不过来 嗯 路由器马上学来了 路由信息 稍等一下 还没来呢 应该是过来了 啊 1-2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1-1 对 配完之后就有了 这是刚才没有的 是不是 啊 已经有了 是不是 所以两端一段一致 啊 这个 md5问题就解决了 嗯 如果有硬核一个参数 不匹配 比如这个md2不匹配 啊 该匹配的 你不匹配的话 这个路由肯定是学不来的 嗯 啊 打了这md5 小明回去自己去试一试 应该都大同小宜的 啊 啊 这个是这个md5的配置 加密这双方这个认证的配置 这个比较简单 是不是 对 你记住那几条命令就行了 忘了的话 你借用他的问号来体现一下 哦 RIP的内容就 大致也就这么多了 嗯 啊 但是配置起来比较简单 理论的东西多多看一看吧 好的 那今天就